今天他们这边的饭店还是都没开 只能去前面的小卖铺再买一份河南会面 河南会面 他这个乡里面出发了这边的乡镇 饭店都没开门 开的只有几个蔬菜店 两个蔬菜的 其实我昨天录影的时候主要是考虑到挡风 那边只好有一堵墙 南墙 然后这边只好堵这边的 但是我没有考虑到日出 考虑到日出的话 就应该扎一扎在对面 他这边一般门头上没有那个牌子的话 基本上都是没有人的 这边也是没有人的这家 这个地方草已经太冷了 所以先把东西放到这个地方 晒一会儿 然后吃口热的 吃完以后那边正好有垃圾桶 看一下这面的口感怎么样 这面比那个康师傅啊 统一啊 好处好多 而且还是用的谷汤 只不过白象 怎么说 白象好像没有这种桶装的面 关于这个面 它是用的谷汤 带你们看一下 这个里面的话 它的生产基地在河南的新乡 但是我在那么一件事 就是河南为什么 没有这种桶装的惠面 估计主要原因就是河南便利都是 油碗装的 谁去卖这种 这个面真的是非油炸的 它不像于那个 康师傅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说给你非油炸的 实际要是裹的重油 这个里面真的是没有油的 而且它的里面的那个调味料 看 牛肉老汤粉 只不过这个添加剂稍微有点多 口感还是可以的 15包枸杞 木耳 青菜 豆丁 大刀组织蛋白 墙里安利啊 你们看网上卖的有没有 有的话可以买 我这边去实体店买的话是6块钱一桶 如果说去网上买的话可能会更便宜一些 关于这个封面看一下 这是郑州的二七塔 这是郑州的电视塔 这是玉米棒 谁知道这个是哪 我不知道这个是哪 这个是黄外边的烟黄2D像 这地方我好像没去过 其他地方我都去了 它这边有小的垃圾桶 塞了钥匙 我摸了一下热不热 还是不行 温度不行 零下的温度这个东西根本都不晒不热 收起来吧 我年前的时候是走过这边这条路的 然后这个5万毫安的充电宝在半路上丢了 年后的时候绕了一圈到这边 发现充电宝竟然被一个车压坏了 算是废掉了 我现在除了这5万毫安的充电宝 还有2万毫安的 如果说以前有这个充电宝 能够正常在户外露营个5到7天 现在没有这个 在户外露营个三四天就要租电了 收拾完了 可以出发了 我去前面看下有没有开门的小卖部 我要买一些东西送人 他们这个地方是个乡 甘子河乡不大 是个梯子形路口 那是最东边 那边是最北边 那边就是最西边 今天都出发了 而且开门的也不多 这边外面卖的是酒 青磕酒 这是老板娘 从老板娘这边买了两个酸奶 加那个饼干 我要去的地方老板娘认识 嘿嘿嘿 OK 买了两箱的酸奶 问一下老板娘 他们这边一般送酸奶 或送那个青磕酒 但那个青磕酒太重了 然后又弄了一些饼干 我今天要去的地方是兰花湖 在于青海湖的北侧 沙岛的西侧 关于沙岛那块区域 从上往下看 它像一个鬼脸 它的最东端是金沙湾景区 中间是沙岛景区 还有一个嘎海景区 最西端就是兰花湖 在兰花湖这个方向 是有沙漠里面 是有几百个湖泊的 特别特别的漂亮 从前方这个路口往右拐 往底下走个 然后14公里就到了 年前青海湖环湖 我走了三分之一 就是因为去了兰花湖 单车浮条端了四根 所以没办法 只能返回到了西海镇 我到了兰花湖的时候 都当天晚上零下三日 都准备去湖边扎营的 遇到了兰花湖老哥 兰花湖老哥让我去他们家住了一晚 然后又吃了两顿饭 所以年后 待个年 拿点酸奶 又拿了一些饼干 关于青海湖到环湖北路 到青海湖边 去兰花湖大概是15公里 15公里不全是这种百合路 它再往前走就是那种水泥路了 水泥路有点颠 我的车就是因为站在水泥路上颠的 一下颠了 颠坏了四五根胡条 所以这次走要小心一点 看一下前方那个沙山 那个地方就是沙岛 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区域是属于沙岛的西侧 这边有一条路 关于这条路的修建 原来这边是准备搞一个 兰花湖景区的 主要是眼前那块沙山里面 有200多个湖泊 只不过后来 这个地方搞成了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然后 那个景区 没办法就停工了 然后青海 这边设立了青海湖环湖管理局 这个区域就属于核心区了 哇 兔子 一般这个区域 游客禁止进入的 但是这个区域里面有一些藏族的同胞 还有蒙古族的同胞 他们住在里面放羊放木 我是来探亲的 来拜年的 所以我今天不是游客 看到前方美 前方有个大门 过来那个大门就是最核心区域 在大门左侧这边以后人家 是苏克大叔他们家 我去年的时候就住在他们家 去年的视频没有发 你们需要想看的话 提前说一声 我会把视频整理出来 今天我就是来他们家来拜年来了 这个就是苏克大叔他们家 但是人好像不在家 人一般在家的话 他们这边有个车会放在这个地方 去年的时候我就坐到这儿 临着临着之前还送了一个保安杯 就住在这个小房间 我先去看一下人在不在 哎呀呀呀呀 人不在呀 估计是走亲戚去了 苏克大叔去拜年了 然后我联系了尖牧丑老哥 尖牧丑老哥他们将要往后走 所以我还要返回去 刚才我遇到尖牧丑老哥 因为我那个买的酸奶放车上不方便 然后饼干也不方便 我就跟了尖牧丑老哥 他去找买东西去了 我要往里面走 第三家就是尖牧丑老哥他们家 前方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在山坡里面有一棵树 我不知道距离尖牧丑老哥他们家有多远 前方这边有四户人家 尖牧丑老哥说他们是第三家 所以 咦 完蛋了 如果说这样算的话 一二三 这是第三家 但是如果说这两家算一家的话 第三家就在里面了 前面那个地方是第三家 也是尖牧丑老哥他们家 我刚才的时候是去了那边 是第一家跟第二家 然后去第二家的时候 跟他问了一下 尖牧丑老哥在哪 他说是在后面 然后请我进去吃了一顿饭 又发了一包的糖 但是我们是 怎么说 第一户人家跟第二户人家 他可能跟尖牧丑老哥家有亲戚 有亲戚 然后糖 第一户人家 第二户人家都在他们家过年 然后除了糖又给我发了红包 这边就是尖牧丑老哥他们家 他们这边逢年过节的桌上都有一些国品 墙上不带你们看了 有一些机会 正前方那个地方就是兰花湖方向 这边是一个牧场 试读真的是根据 登带 IPES 迎着晚霞 敢着洋 哇 画面太美了 这边的羊很厉害的 不用赶路就知道每天要去哪个地方 现在走另外一条路可以等着他们回去 救急羊圈 哇看一下这边除了羊还有好多的麻雀呢 零下20度这些麻雀还活着 晚上这边没有树 只能住在那些土拨树打的洞里面 这是羊圈 刚才的羊都是赶到这三个房间里面了 这三个房间里面每个房间里面都有羊的 这个羊圈里面之前还是有羊的 看一下 看一下这边好多小羊羔呀 那个羊羊是直接喂吗 对 这个这个喂 就是就是用那个直接在这弄开 我不是 这个奶吃 哈哈哈哈 好吧 看一下这里面有多少羊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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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想带头小的带走啊 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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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大羊加小羊加在一块足足有两三百头 妹 从这个角度看 妹 妹 妹 这是第三个羊圈 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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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好帅啊 你好帅啊 你好 你好 来 他不会顶人吗 不会不会 哈哈 这个羊 这样就好了 这边有一个小羊 它是妹妈的 所以只能 像人工喂养 人工喂养 刚得不得了吗 嗯 哈哈哈哈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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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就是他们那个羊子场 里面的话总共架起来大概有800头的羊 一只羊从业军加按2000来算 这么多羊架在一块大概有160个 见不出老哥 看一下今天的晚餐 超级丰盛的 吃饱喝足睡觉 明天的话我想沿着青海湖边 走着青海湖的冰面 从这边骑引到钢茶 如果从我这个地方 直接骑引到钢茶是68公里 如果说走湖面走 走冰封的湖面走 是40多公里 至少能够少走20公里 今天就这样了 拜拜